意外落单的长颈鹿独自面对数十只凶猛的狮子 你认为它能顺利摆脱危机吗 狮群汹涌而至 目光中闪烁着欲望的火焰 围绕着长颈鹿 它们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墙 然而长颈鹿并不屈服 它挺直了高高的驳梗 散发出不屈的勇气 牧师首先发动了进攻 企图将长颈鹿击败 然而长颈鹿的反击来的迅猛而准确 一记扫堂腿直接把牧师踢飞 这一幕让其他狮子震惊 却也激起了它们的狩猎欲望 狮子们纷纷发起猛攻 企图压倒长颈鹿 它们咆哮着 扑向长颈鹿 但每一次都被长颈鹿的巧妙闪避所化解 长颈鹿的优雅身姿和迅猛动作 令狮子们无计可施 狮群不甘心失败 它们改变策略 试图用数量来压制长颈鹿 有的窜到长颈鹿的后背上 有的紧紧缠住长颈鹿的后腿 坚决不让猎物有逃跑的机会 被好几只狮子束缚住的长颈鹿 艰难的向前行走 你以为狮子靠人海战术就能取胜了吗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长颈鹿根本不怕狮子们的狗皮高要战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狮子们逐渐疲惫不堪 它们明白 眼前这个高大而敏捷的家伙 不是好对付的 长颈鹿拖动着几只狮子往前走 对于狮子们的纠缠 它根本不放在眼里 就看谁耗得过谁 最终狮群率先支撑不住了 它们被迫放弃了对长颈鹿的追逐 只有两只母狮还想再争取一下 结果被长颈鹿冷眼一瞪下跑了 那么多不要有一只股杀的转型